大家好,歡迎來到閃馬團賽馬雜作 今晚的話題是說回偉達 偉達在剛剛開倉的時候 還沒有所有人都看好 大家都是覺得他的印象是 騎馬當然是冠軍過很多次 但是練馬又沒有那麼厲害 是有一個保留的態度 但是一開倉,即是開羅沒多久 偉達已經憑明月聲輝開齋 接著發財寶又贏馬 大家知道這兩隻馬並非容易贏 尤其是明月聲輝 出名是千年老柱 都被他搞定 發財寶也是以前在3-4班浮沉 比較難贏 在他開齋,之後再贏一場就贏兩場 在當初我估計過 在第二條影片裡估計過 偉達開倉的時候 是會背後有人發攻的 譬如說馬會有些公關 就幫他拉馬過來 令到馬房一開倉已經壯大 但事實上是沒有這樣的事 偉達在開倉8月的時候 其實只有三十多四十隻馬 這個起步點 其實跟大部分新的練馬師一樣 跟丁冠豪、羅富泉 他們開倉的時候 那三四十隻馬 又並非很多側身馬 都是以舊馬為主 極之相似的 所以偉達這個起步 並沒有太大的優勢 他現在已經贏了六場頭馬 應該是七場 可以說全都是用實力回來的 大家可以數一下 那些輕易 剛才說的明月聲輝 發財寶 或者那些是成理所願 這些並非一些側身馬 是一些舊馬 可能最好的那隻是志在四方 金絲雷漿 也是低班的舊馬 也是傷過 被他搞定 他的能力其實已經證明了 不過 有一件事也是要留意的 始終偉達也是來自奧運馬房 似乎他倉口裡面 現在出賽馬 都是有少少奧運馬房的特徵 奧運馬房的特徵是什麼呢? 大家看看霍利時或者鄭俊偉的馬 就知道了 其實這些馬房的馬 你會發覺他們的馬的狀態 是比較難保持得長時間的 即是說 很遠一場 下一場表現會飄忽 另一件事就是 這些馬房的馬 比較容易搏到PACE 二位難贏 似乎這些跡象 在偉達現在的馬身上 都是有的 也有奧運馬房的影子 譬如說明月聲輝 是初出有新鮮感的那場馬 也好 之後只有PACE 沒有第一場那麼厲害 輕易也是 輕易初出那場 一放到底 充滿著能量 但是再跑 完全跑不出水準 當然 你可以歸咎 奧運馬房的問題 但是也有可能 這些馬本身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老的馬 表現不穩定也是很正常的 他本身也不是厲害的 其實你交到一支表現已經很好 再叫他保持水準 比較困難 當然 也有些發財寶 贏完可以再贏 不過還要注意 發財寶贏完 也是要隔一隔才再贏 所以也有少許奧運馬房的特色 但是唯一就是證明了 偉達的獵馬的能力 現在可以說 應該成為大仓是沒有問題的了 現在的陣容 大家可以看到 和季初只有30-40隻馬 有不同 他有50多隻馬 都接近爆仓 因為他沒有重化 如果他有重化 應該是70隻 將未來的日子 我們都可以輕易地預測到 偉達不再養了那些 六七歲 腦傷病毒殘的舊馬 一定是有很多貴價PP 或者有些David Price的好馬 就去他的馬房 這個星期日 苦旅人袋日 即11月3日的賽事 已經有一隻 1000萬新價的貴價PP出場 這隻馬就叫做醬月 說買了1000萬港幣 但實際上他的賽事 其實未算是很突出的 他贏了兩場普通的賽事 在這個叫做 NSW 即是這個叫色尼那邊 在一場表列賽 就叫做南太平洋經典賽跑的第二 來香港平80分 但是賣得很貴 一千萬 我估計 原本的馬豬 可能並不想賣 覺得這隻馬還有得上的 但是出到1000價 才賣給你 所以這隻馬 雖然賽職就這樣看 並不太突出 但是既然賣得這麼貴 即是之前的上手馬主 要這麼貴才肯賣出來 割愛的話 可能也是一隻挺好的馬 初出這隻馬 是用史卓風的 看看會跑得如何 應該狀態未十足 但可能看看走勢如何 我們也可以期望偉達 經過季初這一輪的掙扎 即是練一些舊馬之後 慢慢他的倉口會新陳代謝 就會有多一些像將穴 這類的側身的馬 加盟 所謂的奧運成績 我想他第一季的 連馬斯成為奧運馬房的冠軍 應該並不困難 因為對手是霍利時 或者是鄭俊偉 但是如果並不限於奧運馬房 成為總冠軍騎司 這個相信也是他的目標 我認為也可能在兩三季以內 有機會挑戰 但在第一季以內 看起來比較困難 看看他手上的側身馬 和舊馬用得如何 下季再換血的時候 可否有再強大的陣容 或者會否加上他入蟲化 等他有七十隻馬 才會有冠軍的機會比較大 再見